接下来我要问韩依一个问题 还需要考察何晓红的职场情商吗 首先我觉得不需要考察 她的职场情商了 那第二个我想说一下 我留灯给你 不是因为你今天的表现 而是因为你想做一个 就过去可能有些地方 做的有一些失败 但是你是一个想成功 渴望走向正轨的人 我认为我们应该 给你这样的大姐一个权利 动用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来帮帮你 这是我觉得我们的初衷 但我也希望如果未来有机会 你进入到工作岗位上 我希望可以 以诚实本性 作为你的立人之原则 可以吗 谢谢可以 我是一个老实人 好了 小红姐 您的话已经不少了 咱们接下来第二环节 就来看看韩依会怎么选 好 你成功进入到了 韩侪护商感情 小红姐 首先我的企业叫泰坦苏科 您可能在我的企业 暂时是不胜任的 但是我有投资一些其他的企业 就是做门店的柜员的销售 可以让你去卖卖电器 这类的产品 给您一个薪资是六千块钱 放在上海这个城市 我觉得这样的城市 诚信要求非常高 也会把您过去生活中 没法做到的 每句话都真实表达 有些小聪明 碍于小面子的这些小毛病 可能在这样的城市中 能帮你修炼一下 好 谢谢 我非常感恩 感谢 然后你为我留灯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六千底薪 四家提成是不是 这个提成比例呢 按你销售比例 大概有五到七个点之间的提成 好 何小红 接下来 你有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我愿意深入地了解一下 那你就是选择接受寒衣给你提供的岗位 对 好 祝贺寒衣 也祝贺何小红 谢谢 在您离开舞台的时候 我想跟您说两句 我自己的心里话 其实整场面试下来 争议也挺多 人都说五十之天命 我希望您在知天命的时候 更加知道一个道理 天下有天下的功礼 功礼自在人心 但不管你以前做得如何 至少今天再走上这个台阶 我希望你以后 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感谢您来到《非你莫属》 再见 好 谢谢 好的 对 近期 weiteren